歐盟 歐盟決定將原油天然氣價格上限定為每兆瓦275歐元的方案 調整為每兆瓦180歐元 將於2023年2月15日起實施 在之前針對這項設置天然氣實施價格上限的緊急措施 歐盟的各成員國之間出現異見分歧 根據路透社的文件顯示 歐盟成員國各個能源部長同意 當基準天然氣價格飆升至每兆瓦180歐元 將觸發天然氣價格上限 各部長稱這項的措施為天然氣市場修正機制 而不是一個價格的上限 對於上限應該有多高 以及市場干預是否對歐元區的金融穩定構成風險 各方之前的意見不一 歐盟部長的協議文件顯示 如果近月荷蘭天然氣交易中心合同的價格 連續三天超過每兆瓦180歐元 歐盟天然氣價格上限將會生效 而彭博社之前也曾報道 荷蘭天然氣市場有潛力成為能源交易世界霸主 隨著英國退出歐盟 英國相關交易活動受限 而荷蘭天然氣的交易中心業務量激增 在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 並因此受到西方制裁之後 能源市場受到衝擊 歐洲天然氣價格在8月份 曾高達每兆瓦350歐元左右的歷史水平